在金融港务分公司总经理高传凯及海军参谋长蒋正果等人的陪同下 立法人蔡世英特别前往金融港C11号码头了解军港C签案的执行进度 负责事工的金融港务分公司方面表示 第一期工程主要是做舰队办公大楼生活大楼及会客室等建物 原定今年10月完工不过在各方努力下提早完成 目前正和海军方面进行搬迁协调 对于军港西迁进度顺利立法人蔡世英非常肯定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这个威海营区新的威海营区 那在我们金融港务公司总经理的陪同 还有我们海军司令部称谋长 还有我们舰队长的保持下 把整个相关的区域都看得差不多了 那目前他们原理上在7月中旬开始办理营销的作业 那世英也非常期待整个工程过去的营销能够顺利 那我相信未来的整个海军的新的战备营区 搬来西安地区之后 对于国家安全的维护 以及整个金融港势未来的发展有更多的帮助 海军参谋长表示 新的营区仍会命名 威海营区传承多年历史的中义军风 进驻的131舰队新兴兵力 也陆续成军加入作战序列 希望提升海军自海作战能力 而在海军各单位营区整合更新后 更有助于增加工作效率 并提供海军弟兄好的生活环境 而对于威海营区搬迁后 金融港东市及东五号码头未来用途 蔡世英表示 在四港再生标杆计划下 她将继续与各单位沟通协调 并广纳各方意见 希望达到市民的期盼 开拓港区新未来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